女孩为了得到十万块奖金 参加了一项熬夜实验 要求是三天三夜不睡觉 研究人员在她后驳梗植入芯片 用于收集名叫库拉托素的激素 这种激素只有在人体清醒时才会产生 而且收集不能中断 因此只要她睡着超过一分钟 芯片就会发生短路 进而导致她心跳骤停 研究员给她们佩戴了智能手表 她能显示激素产生的进度 达到百分之百就能取出芯片 如果佩戴者睡着了 她还会发出警报声 相当于一个生命闹钟 小珍知道这项实验很危险 但她实在太穷了 父母双亡后 她和妹妹只能投奔年迈的外母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平时扫个共享单车都得用花呗分期 再不还债全家都只能去睡桥洞了 这个是她现在的唯一办法了 参加的一共有四个大学生 其中小珍为了生计和学业 起早贪黑打工学习是常态 常常两点睡三点起 上班到六点后再赶去学校上课 她的最长记录是三天没睡觉 其他三个人打游戏的打游戏 泡夜店的泡夜店 熬夜都是习以为常 他们都觉得去去三天不睡觉问题不大 实验开始后 小珍通宵学习 单眼皮男孩泡在酒吧里彻夜狂欢 短发女孩通宵直播带火 暗恋她的眼镜男就看她直播 四个人完全看不出一点睡意 到了第三天早上 他们的激素收集进度都到了百分之百 研究员取出了芯片 然后按照承诺把奖金给了他们 短发妹连夜去做了个丰兄 单眼皮马上买了新表 只有小珍没有拿钱去挥火 而是先还掉一部分欠款 还给外婆买了按摩仪 给妹妹买了新手机 没过多久 研究人员告诉他们 第一阶段的实验只是开胃小菜 奖金也只有区区十万 但第二阶段足足有五十万 仅仅需要五天五夜不睡觉 但那可是五十万 四人都纷纷表示会继续参加 可是这一次的实验比他们想的艰难得多 第三天晚上 眼镜男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好在被手表的警报声叫醒 但定睛一看 她的激素收集进度只有32% 如果达不到百分之百 五天时间到了也不能取出芯片 他们的身体也出现了严重不适 单眼皮甚至在众目睽睽下晕倒了 女孩参加了不睡觉实验 只要坚持五天不睡觉 就能得到五十万元报酬 但是如果在过程中睡着超过一分钟 植入体内的芯片就会杀死她 这简直就是堵命 坚持到第三天 她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暴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 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平时最喜欢的学习也没了兴趣 到了第四天 她在解剖课上出现了幻觉 看见解剖台上的尸体睁开了眼睛 不只是她一个 其他三个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也一样 而且因为他们大脑不够清醒 需要收集的人体激素远远不够 再熬下去真的要出人命了 三人垂头丧气 小珍却敏锐地发现 单眼皮男生的激素收集量明显更多 询问后得知她经常运动跑八 原来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就能产生更多激素 于是四个人来到眼镜男家的豪宅 开启了泳池派对 不仅如此 单眼皮还从学院实验室偷来了兴奋剂 小珍却严肃地问她想死是吗 这个兴奋剂服用过后 很有可能导致中风 单眼皮却直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表示喝了这个只是可能会死 但是睡着的话就一定会死 小珍犹豫再三 还是喝了下去 服药后她先是有些昏沉 脚步漂浮地走到灯球下 三人有些担心 但小珍突然就蹦起了敌 这药效确实是猛 疲惫的短发妹想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却意外听见了一个房间里传来自己的声音 她顺着声音走进去 就发现电脑里正在播放她的视频 房间到处是她带货卖的公仔 满墙都贴着她的照片 原来眼镜男一直暗恋她 每天在学校都跟踪偷拍 短发妹当场就吓晕了 手表马上开始一分钟倒计时 其他三人听见动静赶了过来 在小珍的冷静指挥下进行了专业的急救 倒计时的最后一名 短发妹清醒了过来 在这个可怕的夜晚过去后 他们的激素终于收集够了 研究员邀请他们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因为他们是这个项目开始以来 实验效果最好的一组 但四人都拒绝了 即使报酬是一百万 就怕有命赚没命花 四人回到家睡了个昏天黑地 第二天 学校出现了一起猝死事件 别人只知道死因是心脏骤停 但小珍看着盖着白布下露出的一只手 上面戴着实验专用的手表 她知道对方是因为在实验中睡着才没的 心中又是害怕又是庆幸 没有了这笔高薪兼职 小珍的生活又拮据了起来 乌漏偏逢连夜雨 她的外婆突发中风 等着巨额医药费救命 小珍根本拿不出来 读中学的妹妹却突然拿出了一笔巨款 小珍几番追问 终于问出来原来妹妹也参加了熬夜实验 而且研究员早就知道了她俩的关系 她同意妹妹参加的真实目的 其实是逼小珍四人继续参加实验 为了救亲生妹妹的性命 小珍硬着头皮找到另外三人 希望她们能帮助自己 单眼皮暗恋小珍 毫不犹豫的一口就答应了 短发妹上一次差点入土 比谁都清楚这实验的危险性 她不想冒险 眼镜男也紧跟女神的脚步 拒绝了小珍 但等到和研究员约定的时间 眼镜男和短发妹还是出现了 他们回家后百般纠结 醉红还是决定帮这个忙 七天不睡觉能得到一百万元 中途只要睡着就会猝死 这样的实验你敢参加吗 小珍和三个朋友在研究人员的要挟下参加了 学院的教授 她给让四人住在自家的医院里 还提供了可以保持清醒的药物 四人就在这里开始了终极挑战 在枯燥的五天过去后 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幻觉症状 眼镜男看见一道刺眼的光 顺着光线一路走上了天台 眼看就要跳下去 短发妹在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脸上长了痘痘 而且越来越多 迅速布满了整张脸 单眼皮则恍惚间看见去世的母亲 一边叫着她的名字 一边慢慢走近 小珍则像是回到了父母去世的那一天 看见大量的鲜血在地上蔓延开来 妹妹还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直到被真正的妹妹叫醒 才发现地上空无一物 短发妹在惊恐之中打碎了镜子 碎片划破了她的脸 她的负面情绪全都爆发了 说一切都是小珍的错 单眼皮上前阻拦 短发妹的炮火就对准了她 说她为了小珍来赌命 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单眼皮气急了就要动手 眼镜男连忙上来拉架 说大家都是朋友吗干嘛这样 单眼皮却说你算个什么东西 根本没有人愿意和变态宅男当朋友 此话一出简直沉默又破防 眼镜男上去就是一拳 两个男人马上扭打在一起 短发妹乐见齐成转身就走 妹妹已经吓得六神无主 连小珍上去拉架也被甩开 她连忙拨打教授的紧急电话 但是没有人回应 她只能试图在医院里找人 她无头苍蝇一样乱冲 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迎入眼帘的是显示着监控画面的屏幕 原来教授一直在监视他们 小珍还注意到桌子上放着一些文件 她打开一看 居然是那个研究员的面试资料 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医学博士 而是一个群众演员 而这项实验的幕后操盘手 其实就是教授 小珍还忙着震惊 教授已经闪现到她的身边 小珍下垢呛转身就跑 教授不紧不慢地跟着 小珍奋力跑回病房 刚跟其他人说明自己的发现 房间里的信号就被切断了 门也被上了锁 教授用广播告诉他们 自己不想杀人 只要他们按要求收集激素 到时候就会放人 房间里的五个人只能继续熬 但他们已经七天没睡觉了 单眼皮昏了过去 直到倒计时归零也没能醒 教授出现带走了她的尸体 送去了实验室 要取出她体内的芯片 但是她刚取出来就被偷袭了 原来单眼皮根本没死 他们在病房里找到了一种药物 可以让人短暂心跳停止 于是他们计划了假死 事已至此 教授说出了自己策划这场实验的目的 她拉开帘子 里面躺着一个植物人 是她昏迷了24年的爱人 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 发现库拉脱素的疗效非常显著 但是库拉脱素存量太少 教授不惜自己熬夜生产 后颈上面全都是植物芯片留下的疤痕 但还是远远不够 为了尽快让爱人苏醒 她设计了这个计划 她狡辩说自己没想过害人 那个死去的学生只是个意外 教授想用这些说服学生们 但这并不是她罔顾人命的理由 众人决定报警 见大事已去 扎向小珍 要效快地离谱 小珍迅速陷入昏迷 其他人立刻开始给她进行心肺复苏 手表上的倒计时一点点流失 抢救却根本没有效果 随着倒计时归零 仪器上生命体征消失的警报也响起了 妹妹无法接受 她哭泣着锤打着小珍的身体 不料却一锤打醒了她 小珍奇迹生还 之后教授被逮捕 参加试验的学生都取出了新片 小珍终于得以回归平静的生活